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登顶热度中心 街舞联欢会 中秋晚会 随时随地都有他 今秋9月 UNIQ王一博活跃在每个秋日中 不愧是登顶最热明星榜的人 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 王一博加盟后 引来不少人的关注 虚拟梦幻的舞美设计 搭档周冬宇演绎一首温馨的歌曲 呈现江南时景文化 传几中秋团圆的和谐画面 不得不说 王一博备受主流认可 宣传片更是一波接一波 从对外宣发的海报 妥妥的钟欣慰 在央视的新闻报道中 更是把他的节目当作范本 呈现中秋舞台创新设计 在最近的网络宣传中 更是通过剪影变魔术的方式出场 只能说 上交给国家的男人 有种重心捧月的既视感 这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王一博最近太过火热 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的讯息 而是每次出现的方式都不同 中秋晚会宣发 王一博成了门面担当 街舞的热度中心依旧是王一博带来的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收视率跟热度直报表 王一博无疑是热度中心的存在 成功登顶了微博最热明星榜 开播至今 街舞热度破万 同时呢 王一博的讨论度跟关注度遥遥领先 中秋佳节 街舞带来了联欢会特别节目 这次舞者跟队长合作 一共打造了一出别样的欢乐时光 这次呢 还有大老师惊喜现身街舞联欢会 与王一博同台的瞬间 让我们瞬间感动泪目 天天兄弟的感情 果然是真挚又感动的 这次街舞联欢会 王一博肉眼可见得开心 因为有大老师的到来 他笑得何不拢嘴 更是玩游戏 胜负欲十足 每个游戏都超级认真 与此同时 王一博的金秋九月 会迎来事业上的大爆发 那就是王一博的电视剧 冰与火电影《长空之王无名》 冰与火让我们看到了 缉毒警察陈宇 满腔热情 信念感十足 这部剧无疑成就了王一博 让我们看到了他正气凛然的一面 演技的进步空间很大 《长空之王》作为王一博首部男主作品 大荧幕首秀 饰演是非原雷宇 挑战身体极限的军人形象 这让我们更加期待他的表现 各种的幕后制作花絮中 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王一博 为了角色 增机锻炼 在挑战是非的过程中 表现出来角色的魅力 很多人说 雷宇跟陈宇都是公职人员 如同现在的王一博 上交给国家的艺人 在主流的道路上 越来越正气 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在王一博身上 呈现出来一种吻 一种正 一种时代性 的确如此 娱乐圈需要王一博 树立年轻一代的全新艺人形象 更好地起到引领作用 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力 顶级艺人的出现 需要发挥他们身上的影响力跟作用 选择对于他们而言 更需要慎重 能够参与拍摄具有社会意义的角色跟作品 用娱乐的方式 传递出正确的社会价值 这无疑才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这个今秋九月 王一博影视综全面开花 成为热度中心 源于大众对他的喜爱跟支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鞋应